记者叶永迁屏东报道,身上虫子别乱拍打,连续大雨加上天气时热,银翅虫大量出没,不少人接触,拍打造成皮肤红肿溃蓝,台塘园区,屏东市公所也出现不少银翅虫,呼吁民众多加小心。 每年4月到9月是银翅虫最常出没的季节,台湾常见为喝毒银翅虫,身长约0.5到1公分,身体为橘黄色,头,胸脊尾部为铁青色,俗称青蚂蚁,喜好兮兮在水田,草地及树林中,有趋光性,常在晚上飞入有灯火的地方。 银翅虫不会是人,但体液接触皮肤会引起发炎,起泡及溃烂,已有民众因为银翅虫跑到身上,随手一摸或用力一捏,银翅虫身上的毒液接触到皮肤,立刻引发红肿发热,溃烂,皮肤科医生提醒民众,不要乱拍身上虫子,可以用吹或驱赶的方式来处理。 屏东市公所也发现许多银翅虫聚集在窗户及纱窗,市公所员工怕银翅虫飞到室内造成员工及洽工民众受害,立即用工具将银翅虫打死。 由于台塘园区附近有太多树木和杂草,除了将加强清理环境外,也欲请民众外出时多加小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